获连市长温家宴在上周前往中校国小 关心校方提出中华路校园正门处设置遮雨设施的需求 严厉将爱花莲食物银行旁公所的土地来重新规划 希望能够缩短家长接送区到大门口的距离 也让下雨天时等待接送的学童 有个更完善的遮风避雨环境 中校国小校社建筑到正门口有一段大约50公尺距离 校方虽然在沿途加装了活动式追雨棚 不过到下雨天还是会让孩子们连到雨 得知这个情况市长威嘉燕特别前往中校国小 了解校方需求把意见纳入后续研讨 希望在双方合作之下不要让学童成为落汤鸡 今天我们到了中校国小 那其实在上礼拜我们在去年度 那有家长跟我反映 说其实原本是在外面有一些临时的一些设施 包括我们特殊的一个帐篷 是原本是给孩子们 在疫情期间给孩子们在里面 然后遮风避雨的部分 那其实因为疫情结束后是不是拆除了 但是其实中校的一个从穿堂 到我们接送区是比较长 那是不是能够来增设一些遮雨的一些设施设备 是不是能在外面 那我们也希望说回去来做一个研议 然后再做一个研究 是不是符合法规 市长视察完门口接送环境之后 也走进校园直奔篮球场 勉励正在练球当中的校队选手 家宁本身是篮球委员会的 也希望来到校园学校里面关心我们的篮球队 那今天也看到篮球队 其实在去年度也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那今天也鼓励他们 那也希望说 其实华联所有的不管是高中 国中 国小 打篮球的我们的球友非常的多 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有一些爱心 能够寄注到一些学校来帮助我们 不管是球队还是说任何一个各单项的体育项目 都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来寄注 那今天就是特别的来学校来做一个关心 而同学们看到市长到来 也都开心热情的向市长问好 并表示他们会努力练习在球场上展现好身手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